孔老夫子所说的,其实而从心所欲,不与举 不与举就是守法,就是规矩 从心所欲,绝对不犯过失,就是持戒波罗密 孔老夫子一身守法,守规矩,这真的是我们大家的榜样,模范 后人尊他为万事施表,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不是随便恭维他的 他的的确却给我们做出一个好榜样,他这是持戒 持戒而得波罗密,那夫子自己说的,七十岁才得到持戒波罗密 七十岁以前只有持戒,没有波罗密 七十岁以后持戒波罗密,他得到了 其他的不必举,举这两条就够了,总得要举一反三 我们晓得怎么样受持 不取相就是不着相,不着相就是四相不着 四相,总括一切法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 世出世间所有一切法相都包括在其中 不取世不着相,对这法相不执着,不放在心上 修一切法,一切的恶法要断,一切的善法要修 什么是恶法? 自私自利的是恶法 什么是善法? 利益众生的是善法 这个善恶的标准要记住 世间人,学佛之人,往往把善恶搞颠倒 搞错,为什么说有利于自己的都是恶法? 佛不是明明在经上讲 自利利他,自利摆在前面 自己得不到利益,怎么能利他? 为什么又说自利是恶法? 这里面的意思很深 佛说这两句话没有矛盾,是一个意思 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念念都想到我,这个我,四相里面的我相,念念增长四相,增长四见,那是六道凡夫,决定不能超越六道轮回 过去我们总以为,大臣菩萨破了四相,因为,金刚经,念的人很多,总会晓得,若菩萨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即非菩萨 总认为菩萨才要破四相,没有晓得连小臣出果虚陀环都要破四相,这也是在,金刚经,上的 出果虚陀环,虚陀环也不着相,也是不着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他才正的虚陀环果 四相都破,这才是真正自利 所以佛法里面讲的自利不是自私自利,不是这个意思 你要把他意思会错,佛讲自利,是不是自私自利 那佛才冤枉,这个罪过就很重,因为一切诸佛都被你冤枉,你说这个罪重不重 四相,四剑破了,就是自利 怎样才能够破四相 大臣的方法妙,妙极了 佛教给我们,其心动念都想一切众生 不想自己,念念想如何利益一切众生 念念都想帮助一切众生 把自己给忘掉,我剑不破,久而久之没有了 我相不破,久而久之也没有了 这个方法叫大而化之,好 心量放大,不想自己,一切众生就是自己 我们生在这个世间,为谁? 一般人讲为儿子,为孙子,为儿孙 学佛的人不是这个想法,学佛人,我活在这个世间为什么? 为一切众生,这个心量大 为儿,为女很可怜,儿女不孝顺,你不是气死 今天我们走遍全世界,几个儿女孝顺的,太稀少了 我走许许多多地方看到真正孝顺的儿女,这几十年走多少地方,统计大概不超过十个人,非常非常稀有 所以今天孝顺的才奇怪,不孝顺的正常,这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今天要是聪明的人,父母看儿女是朋友,你就少烦恼 出家人也一样,师父跟徒弟,不能把他当徒弟看待,是朋友,同参 你要把他当徒弟看,你烦恼就来了,这个也不尽,那个又失礼节,朋友就无所谓 这个样子就四见,四相容易破,决定不能够执着,心量要大,大而化之,这个方法妙极了 能入这个境界,无论修什么法,你修持一切法,这一切法是什么? 穿衣是一法,吃饭也是一法,散步也是一法,逛街也是一法,甚至于你在家里,躺在那里看电视也是一法,法法,偷偷揭示到,都是班若波罗蜜 你以为班若波罗蜜在哪里? 班若波罗蜜在,金刚精,里,金刚精,里才没有班若波罗蜜,班若波罗蜜在你生活当中,你才真正智慧开了,心开一解,心地清净,清净就放光明,你的日子怎么不好过? 过得很惬意,很自在 不要说现在很苦,难过,那是你迷了就难过 德藏菩萨在阿比地狱也过得很自在,很快乐 静随心转,心自在,静就自在 心要不自在,送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也不自在,你也叫苦连天 从这个地方诸位就明了,班若波罗蜜真正是了不起,所以是无上之法,至高无上之法,你要是得到一点,你这一生是快乐无比 佛法常讲的,破弥开悟,离若得乐,破弥开悟,离苦得乐,没有班若波罗蜜做不到 能够做到这里,刚才讲你才受持三分之一 六五,适应离言说相持 须菩提,于亦云合,如来有所说法不 须菩提摆佛言,世尊,如来摩所说 一,有所说法否,亦为心中存有所说之班若波罗蜜法相否 有所,是佛说班若波罗蜜,是不是在心里存着有个班若波罗蜜 须菩提答得很好,答的这个句子我们要仔细去看,金刚经,上一个字都不可以轻易看过 他答的是,如来摩所说 如来是从真心本性里面,真心本性里面无有义法 如果你要是会受持,那就自在,快乐 你每天听这个人说话,听那个人说话,好烦,好恼,尤其听到不如意的话,那是什么 你,不会受持,金刚经,要会受持,金刚经,他说这句话,他摩所说 真如本性里清净,无有义法可说,那你就很自在 他清净,我也清净,他心里无有义法,我心里也无有义法,这叫受持,金刚经 你在这个金真得受用,你真学到东西,在生活上马上就用得上 有很多人说,佛法不合现实,说这个话的人,实在对佛法是一无所知 据我所知道的,佛法是最现实不过的,世间没有义法能比得上佛法的现实,马上就得用处,马上就收效果,这真现实 所以一问一答理面,其位无穷,你要能够领会,然后应用在生活上,你怎么会不自在 听到什么样甜甜蜜蜜的话,你也一笑,很好,为什么 心中我所说 听到一些烦恼的话,骂你的话,侮辱你的话,也笑笑,如来无有法可说,这是真的 我们决定不要被假相迷住,你要见性,性是清净的 一切众生跟诸佛如来是一个性,一样的清净,从来不然 我们看小柱,这是我把大义先跟诸位说出来,你才晓得这不惊的味道真是无穷,才知道这个经文解释金刚般若波罗蜜,以示名字,乳印凤驰,才晓得怎么个凤驰法,后面教我们三小段经文 世尊真是慈悲到了极处 二,如来,是信德之称 信体空计,岂有所说之法相耶 不曰佛说而曰如来说,亦在名词 佛所问的话,须菩提尊者所领会的答的话,其中的一礼则是无限的声广 三,摩所说,者,无其所说也,非为无说 摩所行,无所得等句,亦同词 摩所说者,无其所说也,非为无说,说是相,摩所说是信,真心里面摩所说 一切凡夫所说,是从妄心里面说出来的 我们要问,如来为我们说这些法,是真心还是妄心 如果是真心,言语道断,心形触灭,一个字也不能说,也说不出来 如果是妄心,如来岂不变成凡夫 这个地方就得用班若波罗蜜来解释 诸佛菩萨是现在六道里面,随众身心,应所知量,横顺众身,随喜功德,佛献的像是三十二像,八十众好 相怎么献 是不是佛有意来献的 佛有意献,那就是凡夫 佛决定没有意 没有意,怎么会献香 众身有感,佛就有印,所以这个像是感应道教所献的 也许你觉得这不可思议,这很奇怪,怎么众身有感 他又没有意思,他怎么会献 如果你要想不通,我们下面不是放的有情吗 你试试看,敲敲看,你一敲他就想 你问问他,我敲你,你是不是有意思想 他没有意思 敲得重,他就想得大 敲得轻,他就想得小 自自然然的感应,确实没有心 如果有心就不会感应 有心的话,你敲我就不想 他就没有办法 你不敲,我也想 他有心 没有心 你就晓得,跟诸佛菩萨感应道教 要怎样才真的得到感应 没有心 心清净就得感应 心越清净 感应越快 感应越明显 我们凡夫跟佛菩萨为什么没有感应道教 心里面杂乱,妄想杂念太多 心要空,空才灵 我们的心不空,里面垃圾装满,所以心不灵 心不灵有也时候也有感应 佛菩萨现前,你要晓得,你的心不清净,忽然看见佛,看到菩萨,那是什么? 妖魔鬼怪来 妖魔鬼怪心不清净,他看到你喜欢奇怪,喜欢神通,喜欢感应,他就变现佛菩萨来骗你,来捉弄你,你就上当 现在这个世间这样上当的人,不晓得有多少 你要是问,我见佛菩萨到底是真是假,到底他是佛,是魔 不要问别人,问自己的心 清净心所感应的,就是佛菩萨,决定没有问题,不是清净心所感应的就有问题 哪里需要去问人 由此可知,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应身佛说法 众生有疑难的问题,向佛请教,佛马上就回答给你说法 应身佛所说的,他是有心说的,还是无心说的 给诸位说,他是魔所说而说的,无说而说,说而无说,他确实说 魔所说,怎么会说? 要会 如果你真的有感应,你上讲台讲经,摩索说而说,你们将来真正发心上讲台,会有这个感应 讲台上讲的头头是道,大家听了很欢喜,下了讲台,人家来问你,法师你刚才说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是真不知道,不是假不知道 我们没有法子,只好说这是佛菩萨加持的 佛菩萨加持也没有错,他也有条件的,心要清净,心要真诚,心要慈悲,心不清净,不真诚,没有慈悲心,得不到感应,这真的不是假的 早年我刚刚学佛菩萨加持也没有慈悲心了 佛菩萨加持有几位大德菩萨加持有几位大德菩萨,他们在底下记笔记 讲经那一天,一天不见人,自己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预备 所预备的东西,在讲台上常常也用不着,这是他老人家常常告诉我们的,讲台上有感应 你们诸位要稍稍留意一下看,我在讲台上像帽跟在台下不一样,你们有没有发觉出来 讲台上的音声不一样,像帽不一样,三宝加持,所以诸位要留意就能看出来 我讲的东西,没有讲稿,没有笔记 好像是前年,我在洛杉矶,连续讲八天,一天两个小时,没有讲稿,也没有经本,上台就讲 讲完之后,你要问我,不知所云,真的不知所云 他们有录音带,他们保留录音带,还把录音带写出来,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所以你们真正发心上讲台,这个感应是很平常的,是很容易得到的,真心就有感应,忘心就没有感应 忘心有感应,那都不是好事情,要真心,真诚,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所以硬化身却确实实是无意的,无心的 唯有无心,才叫做自信的流露,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 如果有心,它是从心意识里面流出来的 心意识里面流露出来的是凡夫,凡夫之见,从真如本性里面流出来的是佛之佛见,那怎么会一样?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搞清楚 你才知道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离言说香,受持,金刚般若 魔所说是无其所说,心里面没有,没有这个意思,没有这个念头,不是没有说,它有说 世尊经教是从真如本性里面流出来的,自自然然流出来 一切众生这些言语,从哪里流出来? 从心意识里面流出来的 心意识是三心二意,妄心,妄心的本体是真心 由此可知,所有一切众生的这些言语,言论,它真心里面也是没有,跟佛没有两样 佛是直接留的,它是透过心意识留的,那又何必当真,又何必去计较 这个道理懂得,我们跟一切大众相处,听一切众生的言论,我们的心清凉自在 不但不为它所转,言是境界,不为境界所转,反而能转境界 能言,尚说得很好,若能转境,则同如来 怎样转境? 受持,金刚般若波罗蜜,离言说香,就转境了 你不会转境,人家说东说西,你就被人牵着转,那才叫真可怜 一句,半句都记在心里面,都放不下,一天到晚生烦恼,那多苦 这苦从哪儿来? 自己找来的,没人给你,你要觉悟 如果能统统不放在心上,毫不在意,境界就转过来,成就智慧 他讲的那些东西,事实真相完全了解,你就生智慧,不生烦恼 凡夫在境界生烦恼,佛菩萨在境界生智慧 魔所行,无所得,金刚经,上这些句子都不少 一同词,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就跟词的讲魔所说的意思一样 这都是从真心本性里面所说的 四,性体自正,名为如来 如来即是正的平等性体,理智亦如,能所亦如 将居士的柱子柱的好,的确柱的很详细,很透彻 虽然他是近代人,读《金刚经讲义》的人不少 但是读了能够有受用的人不多 因此他这个讲义,还要透彻的来讲解 不讲解,意思还是看不出来,怎么个修法,如何应用在日常生活上,还是抓不到头绪 这就是不能不详细讲解的道理 性体要自正,别人不能帮你正 这桩事情任何人都帮不上忙,诸佛如来大慈大悲也帮不上忙,一定要你自己去正 正的就叫如来 如来这个名字好,《金刚经》,上有解释,如来者,诸法如意 什么叫诸法如意 底下讲,理智易如,能所易如,就是这个如意,这个意思很深,很深 要清正,不清正别人说出来反而发生误会 你一听反而迷惑颠倒,莫知所云 所以这个事情不能细说,点到为止 在《戴经》上,我们常常也听到,身佛易如,众生跟佛,信乡易如,理事易如,展开来无有意法不如 那个时候就恭喜你,你已经成了如来 这个地方讲的易如,就是宗门讲的万法归一 一就如,二就不如,二的问题就严重,一就如 仪式平等性体现前,也就是说,转莫纳未平等性至,这就行了 诸位要知道,莫纳转,第六意识一定转,第六意识转,莫纳未必转 好像我们上楼一样,我们上到第三层楼,那第二层楼一定上过,上到第二层楼,未必到第三层 前五时是第一层,第六意识是第二层,第七时是第三层 转莫纳一定转第六时,换句话说,平等性至,妙观察至都现前,见到万法易如 正的也就是见到的意思,见到当然就正得 知道法法平等,无有高下,无有差别 五,如来所说,皆是真如自信中自在流出 初位起心动念 虽终日说,赤然说,沙说,沉说,诚说,实无言说之相 尚无说相,安有所说之法相耶 故曰,如来摩所说 如来所说,皆是真如自信中自在流出 初位起心动念 这个意思刚才我已经透露出来 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从来没有一天中断,有没有个意思 没有,确实没有意思 无说而说,决定没有起心动念 虽终日说,赤然说,赤事比喻,好比火烧得很猛 意思就是讲他不断的说,不断说就是赤然的意思 沙说,沉说,这是比喻多,像沉沙那么样的多,说的那么多 十无言说之相,这是真的 不断言说之相没有,他根本没有起心动念 如来恒常住在大寂灭定中,哪有说 七的菩萨已经正无身法忍,正无身法忍就无有言说 何况如来再寂灭人地 尚无说相,安有所说之法相耶 故曰如来摩所说 这一句话是真的 说如来摩所说,如来是清净心 如来是真如本性 这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六道凡夫 业障深重的众生,要从真心本性上来看 跟如来一样都是摩所说 世尊在一切经里面常常教导我们 不要这言说相,为什么叫你不要这言说相 因为清净心中实在没有言说相 假的,你要是执着,叫自找苦吃,那是迷惑颠倒 实实在在没有,不可以自寻烦恼,不要自找麻烦 如来摩所说,我们清净心中也摩所说 此的不说佛摩所说,他不能用这个字 要说佛,我们众生就有差别 说如来,我们没有差别 从自性上讲的,这个意思很深很深 六,须知此两节经文义去 是尊实令奉持者离念也 念不离,则明言之相不能离 须知此两节经文义去 义是道理,去是归去 是尊实令奉持者离念也 前面教我们不要执着名字相 这段教我们不要执着言说相 不执着名字,不执着言说 就是离念 念是什么? 妄念 念不离,则明言之相中不能离 我们现在知道学班洛南,我跟大家讲 金刚经,可以说讲得很详细 我过去听我的老师讲 金刚经,也没有讲得这么详细 虽然说得这么详细 你们会不会受持? 还是不会? 道理在哪里? 你现在是只听说而已 事实真相你没见到 只听我这么讲法是不错 是要放下 出了讲堂还是放不下 你要是见到这个事实真相 你就真放下 这一放下 你的举止 你的容貌就变了 这个人快乐 从前过的日子很苦 现在所有一切忧虑牵挂统统没有 真快乐 他所献出的香 真快乐的香 真自在的香 亦丝毫的执着都没有 这两段经文大主义 是教我们离念 离妄念 离妄想 七 起信论 云 若离心念 则无一切境界之相 幼云 离言说香 离名字香 离心原相 毕竟平等 乃至为是一心 顾名真如 马明菩萨的 其信论 实在讲是非常好的一部论点 里面所说的是理 简要详明 通一切大成经 所以古大德助经常常引用 这里引用 其信论 离一段话 若离心念 则无一切境界之相 菩萨造论 最近也有同修问过我 为什么古大德助解佛经 有的本字叫书 有的本字又叫超 有的本字又叫讲义 有的本字也叫论 好多不同的名字 这是什么意思 给诸位说 统统是助解 都是助解的名字 助解为什么会分这么多名字 那是助解的分量不相同 如果这个助解用一个论字 意思就是告诉大众 我的助解绝对正确 绝对没有错误 佛来也可以给我印证 那就叫做论 助解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依据经文 一句一句的注解 我们称它做论点 像大制度论 大制度论 就是摩赫班洛波罗密经 的注解 这种论教 是经论 解释经的 一句一句的注解 它用一个论字 就是里面决定没有错误 菩萨做的 像 起性论 马明菩萨做的 这一种论不是注意不经 是大臣经里面的道理 它拿来发挥 讲的都不出大臣经的范围 都是佛说的道理 它来发挥 为我们详细讲解 这一种论教 松经论 松是依据 它是依据经的 但是它不是一句一句注解 论有这两种 所以说注解有这两种性质 一种是解释经的 一种是依据经来发挥的 像 瑜伽师的论 属于松经论 大制度论 属于释经论 后来的这些祖师大德 不敢说我注的没有错误 说一个论没有错误 后头人不可以改他的 他没有错 说个书 书是书通 可能里面还有不妥当地方 请你指教 论没有这么客气 我讲的绝对正确 你不要说话 根据我讲的这个 没有讨论的余地 书钞这些注子是可以讨论 可以研究 这祖师大德客气 我注的东西 不敢保证是百分之百正确 可能里面还有错误 可能里面我还有看错的 有谦虚的意思在里面 所以用书 用钞 用注 不敢用论 这是差别在此地 到近代连书 连钞都不敢讲 像我们哪有这种资格 我们今天是讲义 讲话 只能够这样说法 姿态越降越低 在名称上讲 我们姿态越降越低 近代的这些大德 注解都叫讲义 将为农居士 金刚经讲义 差别在此地 中国的古书 过去也是这样 最古 正确的注解叫传 最著名的春秋 三传 左丘名的 左传 公羊传 古梁传 是注春秋的 春秋 是孔老夫子做的 他们三个人给他做注解 他们自己认为 我的注解非常正确 决定没有错误 可以永传后世 所以 传 那个分量跟佛经上 论 字 地位 是平等的 但是后人给古人 古书做注解 没有一个人敢称传的 都用注 都用书 都用其他名称 这是顺便在此的说说 这是文学里面的一点尝试 我们以后看到就晓得 其性论 是马明菩萨做的 说明论里面所讲的都是佛的意思 决定正确 没有错误 若离心念 则无一切境界之相 这一句话跟 华言经 上所说的 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意思是一样的 又如佛在许多大成经上说 一切法从心想生 心想就是念 有念就有相 无念就无相 勇家大师 正道歌 上所说的 梦里明明有六趣 梦是谜 有念 绝后空空无大千 绝就是无念 这一切境界相 从哪里来的 念头里面起来的 实在说 佛法还没到中国之前 我们中国古圣先贤 智慧 观察也很了不起 想象这个想字 不是佛来以后才有这个字 佛经没有来 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字里面 有这个想字 思想 这个字古老就有 死是什么 心里面有分别就是思 分别是画界线 心里面有界线就是思 画成格子 本来心里面没有界线 一有分别就有界线 已经就出毛病 再严重的就现相 不但有界线 从界线里去现相 就是想 想就出了相 你就晓得 你就晓得相从哪里来的 从心想身 我们中国古圣先贤 没有说出这一句话 但是从他造的文字符号 思想 就把佛讲的这个意思 全都显示出来 所以中国的文字很了不起 世界上任何国家民族都没有 那是智慧的符号 你看这个字就开智慧 每一个字里面含很深的意思 叫你看到这个文字 智慧就开 就有启发 又云 离言说相 离名字相 离心原相 毕竟平等 乃至为是一心 顾名真如 世尊在本经里面教给我们受持 就是受持 金刚般若波罗蜜 怎么受持法 不着名字相 不着言说相 不着境界相 跟其信论 讲得完全相同 其信论 说离言说相 离名字相 离心原相 马明菩萨 其信论 确实是宗经论 他讲的这三句话 根据 金刚经 上世尊教我们如何受持 金刚般若波罗蜜 就这么回事情 前面两句说过 什么叫心原相 他这说的浅 原是攀原 执着 攀原 这是烦恼 这就叫业障 学佛的人 天天念我要消业障 业障怎么消法 白白佛念念经 就消业障 拜个 梁皇 打个水路 消业障 小事 消了 荷包里的钱 消了不少 障没 消 所以我一看 我明白 我清楚 是消 荷包的钱消了 账没消 如何把账消掉 离心原相 不攀原 不执着 你就消掉 你的心清静 你自在 你心里面还有忧虑 还有牵挂 还有烦恼 那都是业障 那就叫心原相 这个东西要离 为什么要离 假的 清静心中没有这个东西 真心本性里没有 佛教给我们要离的 都是真心本性里面本来没有的 有的 佛不教我们离 智慧 得能 相好 庄严 无量光 无量寿 这清静心里有的 佛教我们都得到 烦恼 忧虑 牵挂没有 空的 佛教给我们勾句都是好话 句句都是真实话 没有一句骗我们 学佛不明理怎么行 明理一定要读经 一定要看住解 经跟住看不懂 看不明白 那就没有办法 得要听讲 这就是不能不听经 哪一种人可以不要听经 两种人 一种人是一切明达 通达 觉悟了 就是你的心清静 也就是此的讲的 言说相 名字相 心缘相同统都离了 可以不必听经 无论你修学哪一个法门 你这一生当中 决定成功 能证果 还有一种人可以不要听经 老实人 虽然他什么都不懂 教他念一句阿弥陀佛 他一天到晚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他脑子里什么都没有 这种人不要听经 他将来会站着往生 坐着往生 他真的成功 心不清静 又不老实 这个没办法 这是多数人 又不清静 又不老实 那只好的要好好的努力学 我们不是这两种人 那不认真 不好好的学 就没有法子 由此可知 老实不容易 老实是上上根 有些乡下老太婆不认识字的 就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的 是上上根人 他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 往生的品位都很高 这样三庄事情离了 毕竟平等 毕竟平等就是万法平等 不但是十法界平等 六道平等 五有一法不平等 不平等从哪里生的 从分别 妄想里面生的 你有分别就不平等 有执着那就更不平等 离开一切分别 执着 万法易如 万法平等 乃至为是一心 我们尽宗念佛求的是一心不乱 这一心现前 一心就是真如本性 一心现前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 就是叫下讲的大开元解 说法不一样 意思完全相同 同一个境界 顾名真如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现的一切万法 使法界一正庄严 相如其性 性如其相 所以叫真如 性是真的 性相亦如 真如 真如是这个意思 八 离心原相 即是离念 原止攀原 心原 即是起心动念 心若动念 必有所攀原 便落于名字相已 真的离心原相 这个人在一切法中 跟诸佛如来可以说没有两样 他不起心 不动念 我又加两句 不分别 不执着 这大家就更好懂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进阶 境界向有没有 有 在面前 照样穿衣吃饭 照样工作 照样迎宾接客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没有起心 没有动念 这样的人才叫寿池 金刚斑洛波罗蜜 这经上一再讲的 寿池 读诵 为人眼说 眼是表眼 我们做出样子给人看 这是眼 把道理 事实真相给人家说清楚 叫说 要做出来 眼 像是加木尼佛在本经一开端 入舍为大臣启示着依持波 眼 眼给我们看 多自在 如果在一切法当中 还是起心动念 还是分别执着 你四项就具足 决定是凡夫 决定还是继续搞生死轮回 你决定逃不出三界 这不能不知道 不能不警惕 由此可知 大家自己冷静去想想 禅也好 密也好 叫也好 想想自己有没有能力成就 禅 叫 密都要遵守这个原则 也就是说一切法里面 还有其心动念 都是假的 禅虽然没能断烦恼 禅定的功夫辅助烦恼 自己要知道 要明白 你参禅 你的禅定了吗 真正的禅定的人 财色名十岁的念头没有了 五欲没有了 心里面不会有这个念头 财色名十岁上不起心 不动念 你是定功把它扶住 并不是真的没有 定功很深 叫这个念头不起现行 这样的功夫 有没有成就 没成就 你将来往生 不过出禅天 二禅天而已 三界之内 没出三界 你想想看 这个功夫多难 我们能做得到吗 财色名十岁摆在面前 能不动心吗 这才知道 那个法门难修 所以在这个时代 我们能够得救 靠念佛 靠阿弥陀佛佛力加持 待业往生 待什么业 起心动念 分别 执着没关系 照样可以往生 这个法门殊胜就在此地 这个法门往生的条件是 愿行三滋量 真正相信 真正发愿要生极乐世界 要见阿弥陀佛 行就是把念佛当作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桩大事 二六十中无论在什么时候 心里面有佛 其他的东西放下 其他的法门 佛也不行 心里面有佛都不行 都是障碍 我们这个法门 心里面有阿弥陀佛 行 这就容易多了 心里面什么都没有 好难 太难太难 心里面有一样东西 有一个来换取一切妄念 这个行 这个好办太多 所以这个法门叫万修万人去 道理在此地 九 其信论 又云 当之染法 尽法 皆惜相待 无有自相可说 事故一切法 从本以来 非色非心 非智 非识 非有 非无 毕竟不可说相 而有言说者 当之如来善巧方便 假意言说 引导众生 其只去者 皆为离念 归于真如 以念一切法 令心生灭 不入时至故 此结论文 正此处支柱角也 其信论 又云 当之染法 尽法 皆惜相待 相待 就是相对的 染根尽是相对的 大小也是相对的 无有自相可说 所有一切法 都是相对的 科学家发现 相对论 凡夫确实是生活在相对的世界里面 相对不是真的 离开这一边 那一边就没有 离开那一边 这一边也没有 相对建立的 不但六道 十法界都是如此 都是相对建立的 所以这是虚幻不实 唯有一真法界是真实的 事故一切法 从本以来 本是根本 非色非心 我们今天讲的物质 精神 以为有物质 有精神 马明菩萨在这里告诉我们 没有这回事 你所说的物质 所说的精神都是妄想 绝非事实 非色非心 非智非时 色心是讲所变的 智根时是讲能变的 所变的这个境界色心没有 佛在 金刚经 上说的很多 所变的这一切法 都是因缘所生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非色非心 如果诸位要是学一点法相为时 你就很容易明了 百法 把心时都列在有位法 有位法里面 心法 心所法 这是属于心 色法 是属于色 心法 心所法 色法 不相应形法 统统是有位法 有位法 金刚经 上说 一切有位法 如梦幻泡影 这就说明非色非心 全是从妄想里面变现出来的 不是事实 智根时是能变 就是妄想 色根心时所变 非有非无 非有 绝对没有这个事实 当体极空 为什么说非无 它有刹那的幻象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现相 这不能说非无 但是这些相 当体极空 不可得 不能说有 所以非有 非无 说出事实的真相 毕竟不可说相 这是跟你讲真话 相既然不能够说 还能执着吗 更不能执着 而有言说者 释迦牟尼佛不能说 为我们说四十九年 不能讲 给我们讲了三百余会 当知如来善巧方便 假意言说 引导众生 所以佛在这个经上说 如来说法 如法欲者 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你要体会到如来说法的真实意 开经济上讲 愿解如来真实意 真实意在这个地方 其止去者 皆为理念 归于真如 这是佛千经万论 四十九年所说的 乃至于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 无量无边的佛法 都是一个宗旨 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令一切众生理念而已 理念就归信 就会归自信 就是归于真如 以念一切法 令心生灭 步入十字固 十字就是般若 就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 因为你心里面念着一切法 你心里有牵挂 心里有放不下的 有牵挂的 你这个心 本来这个真心不生灭的 因为有这一念 你这个心就变智 就变成生灭心 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不能现前 这个可惜 此节论文 正此处之注脚也 将为农居是彩 其信论 这一段话 这一段话正好是 金刚经 上这一段的注解 注得好 讲的实在是透彻 实在是明了 今天时间到 我们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 第34卷新加坡佛教居士 林荡明 9年2月3年3月4 请看 金刚经讲义节药 卷3 经本第八十三页 十 非实 非有 非无 此三句 总为一切诸法 不过彼此对待相行 虽似有而实无 当体即空 这一小段还是解释 其信论 里面所说 一切法 从本以来 非色非心 非智非实 非有非无 解释这几句 这几句很重要 他将一切法的真相为我们说破了 也就是诸法实相 总为一切法 这一切法里面 不仅仅说的 世间一切法 出世间的一切法也不例外 世出世间和起来讲 就是佛法当中常讲的实法界一正庄严 六凡是世间 四圣是初世间 他的实相却确实实是这个样子 是彼此对待相行 对待就是相对的 从什么地方对起 从见相对起 因为有见分这一边 就产生相分的那一边 假如我们对于这个道理 事实真相 还没有法字体会 我们可以用更浅一点的比喻来说 想象 想是见分 一想就有相 那个相就是相分 我们想一个人 心里那个人的相就出来了 对待相行见利的 我们想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的相就现前 想是见 是一边 相是另外一边 也许大家以为 这个想象是好动 因为你有相 他就有相 所以有定功的人 我们是尖人讲有天眼通的人 你在那里打望想 他知道 他怎么知道 因为你妄想当中现相 他就看到了 你在想什么 他都见到了 你睡觉在做梦 你梦里干什么事情 他也看到了 为什么 梦中有相 梦也是妄想变现出来的 所以你做梦 梦中有现相 旁边有功夫的人 都能看得出来 知道你做梦在干些什么 我们现前 摆在眼前的 我们有身体 我们周边的生活环境 森罗万象 这些现相从哪里来的 也是从妄想变现出来的 离开妄想 就没有一切法 这个道理很深 事情很复杂 华言 上讲无量因缘 不是很单纯的 无量因缘 但是总的原则 都是相对建立的 我们表面看到 好像有 好像存在 事实确实不存在 当体即空 我们看到这个相明明存在 我们没有看到当体即空 没错 你没有看到 是因为你粗心大意 你没见到 你心里面的妄想执着从来没有间断过 诸位要听清楚 没有间断过 没有间断 就是一个念头身 一个念头灭 一个念头身 一个念头灭 没间断过 于是幻象就呈现在我们眼前 如果这个念头断了 这个现象就没有了 就像勇家大师所说的 绝后空空无大千 什么叫绝 迷的念头断了 实法界一阵庄严 都是妄想变现的 妄想是迷直 迷直没有了 这个现象就没有了 由此可知 只要有现象现前 自己就要知道 我的迷没有断 无名妄想没断 怎么知道没断 这现象现前就没断 断了这项就没有了 你有没有破无名 有没有断妄想 这东西还得要问人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摆在面前 这个事实真相 后面还有详细的说明 十一 当知班若 亦是与比诸法相行 名为班若尔 安可执着明自相 佛给我们讲班若 这是佛家的名词 班若从哪里来的 也是跟一切诸法相对而建立的 佛法也是因缘深 既是因缘深法 无不是 当体积空 了不可得 佛法也不例外 因此 佛所说的这些明相 不能执着 体会到它的意思就可以 执着不得 一执着就错了 我们学佛 要紧的是明心见性 破迷开悟 这才是我们学佛真实的目标 依着就错了 这是说明为什么不可以执着明自相 明自相是相对建立的 因为众生于吃 佛才说班若 班若是从于吃对立建立的 痴迷 佛才说班若 十二 潜云明了无有定法 是清我见之源 金云破除攀缘妄想 是解我见之流 缘流是一桩事情 像泉水一样 它的源头在哪里 泉水从什么地方来的 怎么流出来的 用这个来比喻妄想 执着的根源 这是无始无明 前面经文为我们说 无有定法 这是清理除我见的源头 此的为我们讲 破除攀缘 妄想 让这个源头就不起作用 由此可知 正因为妄想 执着 那个无明才扩张 越扩张越大 越扩张越深 无明是这么起作用的 十三 一切众生 从本以来 不了达始法界理事 唯一真如 同体平等 念念相续 未曾离念 未知无始未明 这是把源流的样子说出来了 也就是根本无明的现象 根本无明是什么样子 此的说的就是 一切众生 这是谜 无明不断的在增长 不断的在扩张 这是讲我们现前众生像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从本以来 有些地方讲无始以来 意思完全相同 从本以来就是无始以来 不了达 了是明了 达是通达 不明了 不通达始法界的道理 始法界的事实真相 不了解 始法界的理根事是什么 唯一真如 理事真如 事也是真如 一如无二如 同体平等 体是真如 怎么不平等 相虽然很多 无量无边 森罗万象 体是一个 古德从比喻当中为我们说出 譬如 已经做器 器器皆精 精的器皿可以有无量种 各个差别不一样 但是它的体质都是黄金 没有两样 从体上看是平等 从箱上看也是平等 箱都是金 不管变成什么样子 都是黄金的像 一般人讲 体平等可以接受 箱怎么平等 箱怎么不平等 你折像就不平等 你在箱上起分别 起执着 就不平等 不着箱 像就平等 金手镯是金的箱 金耳环也是金的箱 都是金的箱 怎么不平等 如果你起分别执着 手镯不是耳环 耳环绝对不是手镯 你试着了相分 不着相分 统统是金之相 体是黄金 平等的箱都是金之箱 那还是平等 箱也平等 理事都平等 我们现在迷了 在这里面起妄想 起执着 这个妄想执着 念念相续 它不间断 妄想执着的念 虽然很短暂 前面念头灭了 后面念头就深了 念头生灭不停 生灭不住 这个事情麻烦 它不能断掉 未曾离念 前念灭 后念立刻就深 没离念 未知无始无明 这一段文非常之好 第十二段 第十三段 这两小段 把无始无明的样子 无始无明的来源 为我们说出来 文字不多 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初学佛 无始无明 很不容易搞清楚 很难了解这个事实 难得小柱说的这么详细 这么明白 用字不多 如果没达到这个境界 说实在的话 这个话说不出来 不容易 十四 经欲反本还原 故必须从根本解决 以断其念 难哉 难哉 因其难也 故佛未说种种方便法门 令其随顺的入 经欲反本还原 我们学佛 我们学佛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要反本还原 为的就是明心见性 为的就是找回自己 松门里面常讲 父母为生前本来面目 我们学佛 就是为这么一桩事情 要把父母为生前本来面目找到 那是自己的本人 这个意思就是明心见性 就是要把自性找回来 那就成佛了 这叫做反本还原 故必须从根本解决 这是最直接的 最聪明的 最为第一的 不从之业 从根本 根本我们现在晓得 根本就是妄念 现在要直接从根本上下手 以断其念 把妄想 执着破掉 断妄念 知道这个方法的人很多 不但松门知道 教下的人也知道 可是怎么样 难哉 难哉 真难 这说得很清楚 你试试看 你把妄念断掉 你断 看你断得了 断不了 不但断不了 越断越多 不断好像我还没有妄念 这一想断妄念 妄念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 难 真难 因其难也 故佛未说种种方便法门 令其随顺的入 就是因为太难 所以佛给我们说了八万四千法门 佛为我们说了无量法门 这些法门干什么的 都是断妄想杂念 这一点诸位必须要知道 你要不知道这一个原则 说老实话 你就不会用功 你用功往往就用错了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 无论在家 出家 一入佛门就叫给你持戒第一 为什么教你持戒 把持戒当作第一门功课 它重要 因戒深定 你不持戒就不能得定 因定开会 就开悟 就误入心性 你不得定 就不能开智慧 于是大家很认真去持戒 戒律持得非常惊严 能不能得定 不能得定 为什么不能得定 他观念错了 他分别戒律 执着戒律 要把分别 执着破掉才行 你用分别 执着去持戒 怎么会得定 戒律持得再好 他所得的是人天福报 有漏的福报 他很善良 不做恶业 他不能得定 为什么不能得定 诸未念 谈经 就晓得 六祖大师说得很好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坚果 持戒 一般人把意思弄错了 持戒是自己持戒 没有叫别人持戒 我自己守规局 没有叫别人守规局 我持戒 他都不持戒 那个又破戒 他心还能定得下来吗 他怎么能得定 他不能得定 不但不能得定 自己修的是不错 持戒了 起心动念都不善 这个破戒 那个造罪业 你说糟糕不糟糕 心还是被境戒转 不受视为好境戒转 被坏境戒转了 这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持戒 佛讲持戒没错 我们这个持法 三世佛见到都摇头 把我的意思搞错了 不是这个意思 戒叫做清凉 谁得清凉 自己得清凉 特别是大臣 小臣的戒在乡上 小圣是论是不论心 小臣戒比较容易持 完全在是乡 这乡 小臣修行相当困难 大臣戒论心不论是 在心地 心地清净 所以他容易成就定会 跟小臣比较起来 大臣是洁净 修行的进入 佛说